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曾俊華 林鄭月娥和胡國興出席教協舉辦的選舉論壇 三人先禮後兵 一開始就互相握手 但一被問到政改等議題就火花不斷 在依法的精神之下 實在難以可以回應到社會 希望見到有公民提名 來做行政長官選舉這個訴求 我知道Carrie為什麼不會重啟政改 因為都失了一次 為什麼又要再失了一次 我知道她說深有感受 當然了 連戰中也都出來了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是法官 我是最依照這個法律 831那三個字沒有寫在基本法裏 由選委問到港大校委會修改指引 加入針對告物者的新條文 擔心這種白色恐怖會蔓延去到整個香港 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就說 她自己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又引發一輪爭論 白色恐怖是令人憂慮 我最近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我說什麼呢 在網上很多事情都不要緊 因為我拋身出來選舉 我都應該有心理準備 剛才聽見Carrie說 我又不是很同意 網上留言不是白色恐怖 在網上的留言 很多時候這些是真心的回憶 很多年輕人看見有一些事情 她覺得她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她在網上寫出來 如果我們是按住這些事情 這樣才是白色恐怖 我覺得是應該要立法保障 保護吹哨者 因為吹哨者如果說真話 說了出來 她是有些白色恐怖 或者受到不言而遇的恐嚇 今次的選舉論壇歷時兩個小時 是首次三位候選人都同場出席的選舉論壇 而下一場的選舉論壇會在14號晚舉行 而特首選舉就會在這個月26日進行投票 主持網記者張沛奇報導 入圖了 作詞入編時